哈嘍 玩车的朋友 阿伯今天又来介绍新车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应该可以知道 这是马自达A3E Skytif X 它搭载了一具Skytif X的全新引擎 日本人称之它为第五世代的内燃机 在现在这个存电或者是油电的世代里面 它算是一个最成熟的内燃机 在大家都走向存电的时候 马自达还在坚持做这种内燃机 虽然它有搭载个24V的电池 但是它的电池部分只有提供影音啊 冷气啊 之类的在使用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降低那个发电机皮 在负载开电开起来会比较轻快 那为什么马自达会坚持做这个 其实阿伯其实也不知道 因为从早期的RX7 或者是到上一次介绍的2.5的CX5 马自达一直很坚持走他们自己觉得对的路 可能在这个世代大家菜刀可能会去菜市场 或是大卖场买 但是在日本还是有一小块的地方的匠人 他们还会坚持用手磨刀 马自达就是这样的精神 当然也有受到很多人的认同 跟很多人的批评 但我们还是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East Gaitic X 它的特别的地方 有一个小彩蛋 今天试驾的不是阿伯 Gaitic X Gaitic 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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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點往外延伸 跟加上去之後整個爆炸均勻的爆炸的地方是不一樣喔 所以 柴油車有辦法創造很好的油耗 就是因為 這個關係喔 那這個科技要運用在汽車上 通常一定比我們任何人都想得快 但是為什麼一直都沒有人知道出來 可能礙於成本 可能礙於技術 可能礙於現在是電車的世代 但馬自達這次把它做出來 但是讓大家非常非常的驚豔 當然它還是有火星塞 那它火星塞的距離 跟 噴油嘴的距離 做得非常非常的近 但說真的 這樣的設計 基本上也不是沒有問題 在引擎室的高溫的條件下 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它氣缸頭的條件是如何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如果火星塞 離氣門太近 距離不夠多 漏不夠多的時候 它在高溫高熱的狀態下 在那個位置會容易產生 龜裂 甚至漏氣 但是這輛車 目前我們還不太確定它日後的 耐用度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SPCCI呢 其實不是 每一個時間點都在使用它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那個 螢幕上就可以看到 它在 SPCCI在作動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一個 作動的燈號 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遊玩車人大家都知道 沒錯它就是 增壓器 機械增壓的增壓器 那它就是為了輔助在高轉速時的 空氣的 流量進入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這具引擎在 每一個氣缸 裡面 每一個 塞了跟金屬棒 簡稱叫做 CPS 缸內燃燒壓力傳感器 那為什麼 Skytif X要搭載這個 CPS 最主要目的就是它要監控 氣缸內的燃燒壓力 玩車人大家都知道 我們最怕的就是暴震 那一旦暴震氣缸的燃燒壓力 就會有所改變 但是如果已經監測到暴震之後才來控制點火的話 對於Skytif X這個引擎 其實有點晚了 所以它使用的是氣缸燃燒壓力的監控方式 在疑似暴震之前 它就可以 透過這樣的數據去做 點火時間的控制 而且它是每缸一個 所以它在 監控氣缸燃燒壓力的部分是非常的精準 可以更確保引擎作動內的安全 今天 試駕的 不是阿伯 我要先調椅子 對 它在 左手邊下面的電動 橫的是往前推 直的是 椅背 左手邊 下面的電動 有沒有 中間一點 中間一點 左手邊 對 完了完了 就在這邊 你不是說下面 對對對 左手邊 然後咧 平的那隻是往前推 對對對 然後平的可以往上扳的話 它就是屁股的高低 對對對 好 然後 你要看一下視角跟一下你的手 對對對 要不然你等一下要撞到什麼豬啊狗啊貓 前面超多小豬的我現在很緊張 安全帶還沒有 不是我先跳好 好 這樣可以嗎 呃你 你覺得 應該可以吧 只要踩一下煞車算一下你的距離 可以吧 就是踩煞車的時候你的 膝蓋是微彎的 這樣 呵呵呵 不能伸直 對對對 這樣比較近一點 好嗎 應該可以吧 我也不知道 欸我七年沒開錯 我現在整個 沒關係 你以前也很會開 我現在已經完全忘記 OK嗎 應該可以吧 然後我要調後到鏡 我按這邊就這邊的 嘿嘿 真的很簡單 一看就懂 等一下 喔為什麼 這邊有點遠 有有有 還有這隻也要看一下 等一下 好 所以你不會讓我這邊 來這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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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製造型 大 好 好 OK 喔 準備移動 安全帶 喔前面很多小豬欸 還有鴨子 之前是開 十幾年 二十年 我哪有那麼老 好 我們今天來感受一下新的車 然後手煞車 腳煞車喔 手煞車 不是電子的 啊我現在在幹嘛 踩著煞車 就可以直接弄了是不是 沒有 這個先解開 這個批喔 對 往下 推 喔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就調這個就好了 然後 滴 滴啊 嘿嘿 不是滴嗎 對滴 走 OK 好緊張喔 欸我很緊張我真的超緊張的 等一下啊我先感覺一下那個 位置 外觀的部分的話是我喜歡它整體就是流線型的設計 然後剛好它顏色又是搭配白色的 我覺得它看起來就是整體非常的時尚 欸前面很多那個鴨子還有小豬如果他們不會躲開怎麼辦 慢慢開過去就好了 現在有嗎今天有嗎看一下 我不知道啊前面有車耶 沒關係啊你之前開車開那麼快 不行我現在七年沒開車我有點 智障智障 你是不是在幹嘛 橘子你是不是有小豬吧 他不是他在住在那裡 他睡著了耶 他在 他打 有三隻 還好他們沒有 有尾啊 啊我等一下要走哪邊 走圓路回去就好 右邊 右邊右邊 那我們出去的時候要記得打 對 對 好 然後看一下左邊 這邊 面車 好 走 還有沒有 OK 感覺一下 我現在在 適應 對 他就沒開車了 不會啊會開車的人一下就會習慣了 然後尺寸也很小 啊可是我七年沒開車然後你現在就直接叫我開這個 我現在就叫我開這個 山路 開起來的感覺的話我覺得像我七年沒有開車了 所以 一開始的話就是其實心裡還是會有點擔心或者是害怕 可是這台車整體開起來的話讓我非常的安心 然後我覺得 嗯他的穩定性也很高 比如說剛剛在走山路啊 地面有一些凹凸的時候啊 就不會突然陷下去覺得避震器好硬啊 凳道的感覺 他就是回彈的非常的柔和 一些比較彎曲的山路 他也不會突然就是覺得飄出去啊 或者是推投出去的感覺 我覺得他整體的底盤的穩定性 還有避震的結構做的 我覺得算是還蠻到位的 不會啊你這樣走完走的很好耶 你比這樣子 比這樣子 很簡單的 我很緊張 我很緊張 我超緊張的 太久沒開我在習慣他了 喔你進彎很快啊 很快啊 加油 他都 對 哈哈 你在緊張嗎 你忘記是 你忘記是他車 不會啊不會緊張 哈哈哈 對啊 你剛剛感覺 口氣在緊張著 哈哈哈 你時候考駕照是 多久啊 10 18歲就考了 18歲就考了 對啊 喔那是 10幾年了 我有這麼聊嗎 欸那開車咧 第一次開車是 就考完駕照就 就去開車 去那個 河濱公園 他叫我 試試看那個 繞圈圈看看 然後他那時候是 西美的那個手牌 結果我 繞圈圈他就一直叫我打檔 後來我就不小心打到太高檔 三檔的時候一直吞 他這個嚇死 然後他就 叫我收那裡還是去考製排車好了 一開始打開車門的時候 看到內裝就覺得 哇 也太美了吧 而且超有質感的 他裡面的那個皮革啊 是做撞色系列的 然後他的那個皮革的話 應該有點偏向比較暗色系的紅 然後我覺得他整體的質感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前面的話 他的那個螢幕的話也不會過於刺眼 就是有些車型的話 可能看起來的話 亮度啊 什麼因為我眼睛有點偽光 所以我覺得他看起來的話 那個畫質啊 還有解析度是非常舒適的 他的一些 比如說他在小按鍵啊 或者是一些 功能 我覺得上面的 標示都算是非常清楚的 就像我這種久沒有開車 調的地方的話 他都可以很輕鬆的 就快速的去找到 好好緊張 還是有點緊張 等一下 先等我轉完 不然你再跟我講話 太可怕了 像女生現在要買車的話 你們會看什麼 女生應該都是先看外觀 然後再來就是看他的內裝 最後還會看什麼 價錢啊 價錢啊 哈哈哈哈